《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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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一定要的 就是這個 我是不用想的 我覺得我的電影 它的臉其實是一個 我的影片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關於時間的概念 所以Your face就是一個 其實是完全是在表現時間的概念 完全在那些不同的臉上面看到時間的痕跡 那李康生當然是我最熟悉的一個時間的轉變 所以想都不用想就是一定會有它的 那我也很想怎麼講 讓觀眾看到 其實是應該觀眾 我的觀眾應該都看到李康生的轉變 跟我是一樣的 怎麼講 每一個時期都非常好看 我覺得 它是屬於電影的一張臉 不是每個人都屬於電影的臉 電影的臉是被挑選出來的 然後這一次我花了大概三個月的時間 在街上 在台北的街上 找了這些臉 我覺得 怎麼講 我用我的判斷來決定是他們 所以我覺得他們就是在螢幕上會非常好看 超過我們的審美觀念 他就是螢幕的臉 李康生就是這樣的臉 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會在這個作品裡面出現 自己想講什麼就講什麼 然後他也會提出問題 但是可能問了很多吧 他就找他喜歡的剪 不過那個場地是一個很有歷史的一個建築物 古建築物 對 所以把人丟進去還蠻有意思的 好像一個人跟一個建築的對話 也可以看到一些歷史的痕跡 這感覺就 老了 一方面是自己老了 一方面就是覺得 事情都是會變化 人生也會變化 所以 就感覺心裡就 看那部片 心裡不是很 不是會喜悅的 是會 會有 不舒服的感受 對 會嗎 不舒服 我覺得心裡會有體悟 會有一些領悟在裡面 可能導演選的其他演員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因為拍完後 大概有兩三個都不在 已經過世了 半年裡面有一些人不在了 是嗎 因為年紀太大了 對 怎麼講 就有一點 去看 去面對死亡 有很大的部分是這個感覺 去面對人生的 怎麼 其實 有點難說 就是 比較複雜的情緒在看這些人 你覺得他很美 可是你也知道 他們是從年輕一直變成這個樣子 他都很美 在鏡頭的觀看下 他非常漂亮 但你也知道他們會離開 就像自己都會離開那個意思 在我的人生經驗裡面 我自己慢慢感覺到說 我們其實很少認真去看 另外一個人的臉 哪怕是你的親人 你的父母 你很少認真去看他的臉 所以我想說 人生的過程裡面 可能有兩次機會症 你會認真看臉的一個機會症 你還是個baby的時候 你的爸爸媽媽 因為你太可愛了 像天使一樣 他會一直看著你 另外一個反過來就是 你的爸爸媽媽年紀很大了 要走了 特別是在臨終的時候 臨死前你會一直看他的臉 那個美是一種莊嚴的美 很莊嚴 所以我想這兩個機會 但是電影非常奇怪 所以這個電影是有點關係到 電影的本質的問題 就是我們是透過電影 常常去看另外一張臉 你知道嗎 特別是Big Close這個概念 只有電影才有的 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歡 Big Close這個事情 覺得它很難拍 它有點像在拍一個構圖 每一張臉是一個不同的構圖 所以這個作品 為什麼要打光 那麼仔細地打 每一張臉的打光的方法 都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不同的臉 它每一張臉都很漂亮 像一個風景 所以這個作品 我自己覺得說 可能是我對電影的一個回應 我對電影喜歡的 我喜歡這個電影的一個 非常非常迷人的特質 因為它有Big Close這個概念 因為它有Big Close這個概念 大家重新思考一下電影 到底是要看什麼東西 是一個story還是一張臉 OK 我請他們講話 我拍分成兩個pack 一個請他們先說話 說25分鐘 因為我的記憶卡只有25分鐘 然後再來我拍一個他們不說話的 我請他們說話的原因是因為我希望他們 因為說話放鬆自己 但說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 我就跟他們閒聊 所以大家都 我覺得是這群人都很信任我 所以把我當朋友一樣什麼都說 我就拍下來 然後再來我就請他們不要說話 當我在剪接的時候做一個思考 我希望它看起來不要像一個documentary 所以他們說話的那個部分 如果我要用的話 我都用一些最簡單的內容 不要太故事性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就整個電影我就希望它不是一個documentary 然後所以你很難界定這個電影是什麼 你不能說它是紀錄片 你也不能說它是feature 所以我就覺得它就是一個電影的概念 他們因為他們都有年齡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受到控制 他們我覺得年齡非常有意思 人老了就什麼都不怕 連camera都不怕 你懂意思嗎 所以他們可以在鏡頭比較relax 甚至有一個老太太就是李康生的媽媽 她是我唯一比較熟悉的 她就是那個生舌頭的那個女人 我是說李媽媽你不要說話這個鏡頭 因為她是很愛說話的人 她說好我不說話 她自己就做了那些動作 我覺得非常好 可惡 對 這是你們可惡的